老婆的白月光突然回国了 当晚她就把离婚协议书丢到我面前 故年 江城回国了 我们去明镇局把婚礼了吧 她的话音刚落 我急忙捂住自己的钱包 合约不是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吗 天价违约金我可是一分都不会赔的 除小小的脸一黑 握在手里的杯子微微变形 我提前解约 你不会有任何责任 我开心极了 连夜收拾好行李准备给她的真爱让步 可一向淡定从容的妻子却立马掀了桌子 她把我逼在墙角红着眼睛置吻 这两年你难道就对我没动心过一次 下班刚到家 我就看到了一双红色的高跟鞋 总爱加班的妻子少见得回来这么早 我穿着拖鞋来到客厅 没有看到除小小的声音 倒是她的房间里面 陆续有婉转月的声音传出来 什么 你明天就回来了 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我知道了 明天我会去接你 我没有多听 转身进了厨房 差不多两年前 除小小喜欢的青梅竹马出国深造 她的家人反对他们在一起 于是抓住时机逼迫她结婚 除小小被逼得没办法 恰巧在这时听说了 身为大学同学的我公司遭遇危机 于是她就主动找上了我 述说了协议结婚的来意 我为了挽救濒临破产的公司 只能答应除小小 以五百万的酬劳 和除小小协议结婚两年 所以除小小做什么 我一点都不关心 也不在意 我们不过是一对没有任何感情的缴夫妻 一个小时候 晚饭做好了 两年五百万 这钱我拿得很烫手 我不认为自己有这么金贵 只能用这种方式 来换取心安 小小 吃饭了 把菜端上桌 我朝着除小小的房间喊了一声 可能是我的厨艺好吧 除小小对我做的饭菜很喜欢 每次在家里没有吃饭 都会和我一起吃 很快 除小小从房间里面走了出来 她像是刚洗过澡 细腻的肌肤白领 厚着红 五官完美的没有一丝瑕疵 两人在餐桌上坐下 都没有说话 就这样静静的吃完饭 我准备收拾碗筷的时候 除小小平静的开口了 顾年 我们抽个时间 去民政局把婚离了吧 不是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吗 我不解的看着除小小 我们约定的时间是两年 现在还有两个月时间才到期 不用等到那个时候了 除小小又补充道 是我提前解约 你不用有任何责任 那好吧 你看明天什么时候有时间 最好是上午或者下午 中午我有事情要忙 我没有多想 爽快地答应了 我们的身份是一场交易 现在除小小想提前结束 我没有拒绝的理由 这一年多来 我从来没有过越界的想法 离不离婚 又有什么区别 看着我一点都不在意 他有些喘不过气来 想离婚的念头 请客间消失了 过两天吧 我明天没空 晚上十点 洗完澡的我从卫生间出来 刚好碰见除小小 在客厅上喝水 你很着急吗 如果急的话 我明天晚上就搬出去 要是不急 那就等我这两天找到了房子 再搬出去 我看着除小小 伸手捋了捋头发 除小小有了离婚的打算 我不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人 不会还赖在除小小家里不走 你很想搬出去 除小小喝水的动作骤然停下 回眸看着我 我只是怕打扰到你的生活 等离了婚再搬 除小小放下水杯 转身走进了房间里 关上门 坐在柔软的床上 除小小的心情很不好 我居然会不舍他搬出去 是在一起住习惯了吗 第二天早上 我骑着小电驴去了公司 我的公司很小 只有十来个人 是我和发小鱼和一起合伙开的 现在公司的第二款项目即将上线 有了第一款项目失败的教训 这次我很有信心 只要今天能拿到投资 第二款项目 一定能让公司住下稳定的基石 上午11点 我带着策划书离开公司 打车去了机场 到了机场 依照约定 我在后机楼里的一家餐厅门口 等着名为江城的投资人 离约定碰面的时间 还有十分钟 我等得无聊 视线在偌大的后机楼里随意掠步 看着看着 我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除小小 他怎么也来机场了 我回想起了昨晚无意间偷听到的话 明白了什么 难怪会急着离婚 原来是他的白月光回国了 除小小越走越远 像是没有看到我 我没有上去打招呼 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 不能离开这餐厅门口一步 我的公司能不能拿到投资 能不能存活下来 可全靠单会的见面了 几分钟后 一个穿着西装 戴着墨镜的帅气男人 从廊道里走了出来 小小 江城远远地就朝出小小挥起了什么 激动之情异于眼表 如果不是人多眼砸 可能立刻就飞扑了过来 除小小轻轻点头示意 带着礼貌性的微笑 那是职场上很常见的效果 可能是在商圈该久了 成为一种习惯吧 七年后的重逢 除小小心里没有激起多少浪花 曾经高中的时候 哪怕只是分开几天 都会感到兴奋 是时间让她变了吗 还是 没有了曾经的那种心气声 好久不见小小 想死我了 走到除小小面前 江城放下行李箱 亢奋地张开双手 想把除小小紧紧搂入怀里 除小小向后退了两个 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以前她也会这样 唯一不同的是 以前只有少女的羞索 现在却是身体本能的反感 反感被触碰到身体 除小小很迷茫 她这是怎么了 一个月前不小心脚滑 我眼疾手快扶住她的时候 不仅触碰了她的身体 还摸到了她的腰 她除了险些摔倒的后爬 并没有这样的厌恶情绪 现在又为什么会反感江城 江城张开的双手将在半空 有些尴尬 在僵硬的笑容中收回了手 道歉小小 在国外待了七年 习惯了国外打招呼的方式 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没事 小小 七年不见 你又变漂亮了 谢谢 除小小就像在面对一个平常人 平静的没有一点故人重逢的样子 小小 你怎么了 江城看出了什么 以前热情的像个小迷妹 现在就像是萍水相逢的陌路人 这么大的反差 让她很不适应 除小小反问道 什么我怎么了 没 没什么 江城以为除小小是在生气 也是 一走就是七年 谁又不会生气呢 只要没有电 她还是曾经的那个她 就一切都好解决 走吧 除小小转身走在前面 我在早久订了包厢 江城快步跟上 十分感动 小小 没想到你还记得 早久是我最喜欢的饭店 不过小小 把包厢退了吧 我在机场约了个人 他们的项目很吸引我 我想今天就把投资合同签了 免得夜长梦多 被别人抢了去 好 片刻后 除小小在一家餐厅门口 看见了我 意外的同时 带着一货走过去 顾年 你怎么会在这 我来这里见客户 我的视线落在除小小身边的江城身上 现在看来也没什么特别的 小小 你们 认识 江城看着我问道 除小小坦然的回答 他就是跟我协议结婚的那个人 是吗 江城带着淡淡的笑容 朝我伸出手 你好 我叫江城 很高兴认识你 我和小小是很要好的朋友 我们同小一起玩到大 你好 我叫顾年 是小小的大学同学 我礼貌性的和江城握了握手 不知为何 我总有种感觉 这个江城是笑里藏高 皮笑肉不笑 是错觉吗 还是将我视为了情敌 应该不至于这么小心翼吧 我和除小小又只是协议结婚 什么都没有发生 除小小看了我手里拿着的皮包一眼 江城 你之前说约了人 顾年又在这里等客户 你们该不会就是彼此要见的人吧 我确实是把人约在的这家餐厅门口见面 你该不会就是圣红集团的江总了 你是凌云科技的雇主 对 就是我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我等的金主 会是除小小的白月光 一股不详的预感 立刻席卷而来 让我背后一阵拔凉拔凉 如果江城真的是小心眼 那么这笔投资 已经可以宣告黄了 没想到世界这么小 我苦笑了笑 比起江城 我更愿意金主是别人 毕竟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确实挺小的 江城礼貌地发出邀请道 既然都是朋友 又有合作意想 要不一起吃中午饭吧 不了不了 江总 我还不饿 你们吃 等你们吃完了 我们在聊工作上的事情 我婉拒了 不是我一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福 实在是 输不起 我只有一次机会 成王拜扣在此一举 所以 无论江城是否真小心眼 我都不敢去躲 而且 我不过是除小小花钱买来的假老公 人家才是真正的一对 我这个电灯炮主动把空间让出来 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都快十二点了 你怎么可能会不饿 一起吃吧 你们可以边吃边谈工作 这样不会耽误彼此的时间 我好不容易踢出去的球 又被除小小踢了回来 江城看了除小小一眼 笑着附和道 顾总 大家都是朋友 就一起吃吧 别客气了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我又还能怎么办 只能跟着一起走进餐厅 江城挑了一张 只有前后座位的餐桌 然后绅士地朝除小小伸出手 示意除小小先坐 除小小看了一眼座位 没有坐进去 而是在旁边 更大的餐桌上坐了下来 这个餐桌四个方向都有座位 除小小很会照顾人 他怕跟江城坐一块 我会不舒服 虽然我只是他名义上的老公 但他并不想伤害我 这一年多来 我至少对他很好 是个好人 可实则我一点都不在意 甚至还想除小小 更偏向江城 越倾向自己 我的危机感就会越重 瞧我这记性 怎么把这是给忘了 小小 你别生气 我不是故意的 江城尴尬地摸了摸头 不好再跟除小小坐一块 只能在除小小旁边坐下 没事 你出国了那么多年 忘记了也很正常 除小小没有在意 他发现 似乎以前很重要的东西 现在都变得无关紧要了 至于为什么 除小小自己也不知道 或许是成长了吧 没有以前那么幼稚了 江城点了一桌子的硬材 等菜的途中 我从皮包里拿出策划书 递给了江城 江总 这是我们项目 接下来的策划书 你看一下 嗯不错 发展的方向 都符合当下市场需求 很有潜力 江城随便翻开看了看 很敷衍 一点都不认真 和电话里激动的样子 一点都不像 我的心凉了半解 我已经猜到答案 但还是不死心的问道 江总 那投资的事情 江城合上文件 还给了我 策划书我很满意 至于投资的事情 我需要回去跟公司高层商量一下 毕竟你也是知道的 公司的事情 不是一个人就能说了算 还是涉及到投资 这种有风险事情 那就等江总的好消息了 我皮笑肉不笑 心凉的透透了 昨天在电话里 江城说的是策划书好 当场就签约 我今天连合同书 都一并贷管 现在还需要商议 投资明显是黄了 我很想知道 是策划书不行 还是 我跟楚晓晓的身份 男人的直觉告诉我 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很快 菜陆续端了上来 江城跟个饿死鬼一样 狼吞虎咽 嘴里还在一个劲的夸好吃 顺带再贬低一下 国外的食物 我则完全没有一点食欲 楚晓晓看到这一名 疑惑的问道 顾年 你怎么不吃 我挤出一丝笑肉 我不是很饿 这粉蒸排骨不好吃 还没有你做的好吃 这鱼也一样 没有你做的好吃 还有这牛肉 楚晓晓对桌上的菜评价很低 几乎没怎么动款 我客气的剔除是圆着滑 大口朵移的江城 像个局外人 被冷落在一旁 尴尬又没有存在感 晓晓 你知道我这七年在国外 过的都是什么生活吗 江城找了个话题 强行打断了楚晓晓和我 我扯扯嘴 江城小心眼的感觉更重 江城和楚晓晓 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 很干 我静静地吃着饭 懒得多嘴 我已经感受到江城的敌意 不想让情况变得更恶劣 投资的事情 还没有被判死心 一顿饭很快就吃完了 在前台结账的时候 楚晓晓突然原地 跳起了激光舞 一只很小的蟑螂 爬到了他的腿上 在恐惧的支配下 楚晓晓脑子一热 身体本能地跳到了我身上 故年 有蟑螂有蟑螂 已经被你踩死了 我心疼了地上 不成样子的小蟑螂两秒 真的吗 楚晓晓半信半疑 还在我身上 不敢下来 双手抱得很紧 身体很香 很软 我早已经见怪不怪 这一年多来 楚晓晓往我身上跳好几次了 尤其那次在别墅里 突然窜出来一只大黑耗子 楚晓晓在我身上 整整待了两分钟 才敢下来 下来的时候腿都在动 楚晓晓很怕这些小虫子 小动物 一看见就会失去 平时所有的从容 低谋看了看 确定我没有骗他 楚晓晓才小心翼翼地下来 然后立刻远离了地上 那只被彩饼的小当劳 这时 我的眼角余光 无意间看到一旁的江晓 那脸色就跟吃了屎一样难看 偷看着我的眼神 十分不善 我心里叹气了一声 几乎已经可以肯定 江晓的心胸很狭窄 看来投资也可以肯定没了 我这是招谁惹谁了 金主没了不说 还多了一个仇敌 我很憋屈 我什么都没有做 不过话说回来 刚才楚晓晓为什么没有 跳到他的白月光身上 而是跳到的自己身上 难道是习惯了 我觉得很有可能 江总 小小 我还有事情要忙 就先走了 从机场出来 烦闷的我想一个人静静 楚晓晓好心的问道 你要去哪里 我送你过去吧 现在是五高峰 不好打车 不顺路 你公司在哪 城华大道 刚好顺路 好吧 我不好再拒绝 新城的五高峰 确实不怎么好打车 反正楚晓晓这个本人都不介意 我这个电灯泡发光 发亮一下又怎么了 来到地下停车场 楚晓晓拿出车钥匙暗暗 面前一辆粉色的麻沙拉蒂 立刻闪起了灯光 我看着麻沙拉蒂 有些摸不着头脑 这辆麻沙拉蒂 是辆老款式 平常都被扔在停车场 楚晓晓开的是一辆保时捷 今天怎么把这麻沙拉蒂 开出来了 晓晓 这不是我之前送给你的成年礼物吗 没想到你会开着它来接我 真是有心了 江辰激动的笑容满面 跑到麻沙拉蒂面前 怀旧的这里摸摸 那里摸摸 我这才明白什么 之前我的小店鱼坏了 当天公司有很重要的事情 本想借楚晓晓扔停车场的 这辆车开一天 结果楚晓晓不停拒绝 反应还特别大 那时我还闷闷 都扔停车场了 为什么不肯借给我开一下 原来是江辰送的成年礼物 这和定情信物差不多 又怎么可能会让我这个外人开 难怪这车子一直放停车场 估计楚晓晓自己都舍不得开的 嘖嘖嘖 这就是传说中的恋爱脑呢 上车的时候 江辰有意在我之前 走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 我看破不说破 搞得我就好像很想做副驾驶似的 后座那么宽敞 难道不更舒服吗 半个小时后 我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公司 为了做第二款项目 我赌上了公司所有的钱 现在拉不到投资 公司又一次面临了破产 余总说了 盛红集团的投资 基本可以确定吗 我们公司终于有钱了 是啊 这下终于有钱发工资了 我们都已经有三个月 没见到一分钱了 你们还好 我是最惨的 要是再不发工资 我就要顶不住了 这个月的房贷车贷 我已经供不起了 刚走到公司门口 里面员工的议论声 就陆续传进了耳朵里 我的心情更烦躁了 我不敢直面这些人 只能悄悄地回到办公室 一屁股摊坐在椅子上 我伸手用力地抓了抓头发 公司里的员工 都是我的学弟学妹 之所以放弃大厂的高薪offer 来到这里 是被我花大饼忽悠来的 我曾信誓旦旦地跟他们说过 一定会带他们走上人生巅峰 然而现实却很残酷 几年了 公司一直没什么起色 现在更是面临了第二次破产 虽然江城那边还没有明确拒绝 但我已经没有再抱一点希望 咚咚咚 一阵轻微的敲门声 打破了办公室里凝重的气 我深吸几口气 调理了一下情绪 近来 一个身穿紧身牛仔裤 扎着个高马尾的漂亮的海 推门而入 于和 我弟合伙人 也是我的发小 两人同小一起光这屁股长大 关系铁得像哥们 顾年 怎么样了 江总签合同了吗 于和期待的走到我面前 我摇摇头 我估计合作黄了 这个江总就是 楚小小的那个白月光 什么 于和表情一致 这也太巧了点了 谁说不是呢 他吃错了 所以不准备投资了 于和习惯性的 在办公桌上坐下 他的个子很高 有一米六五 腿特长 很轻松就能坐在办公桌上 他虽然是个女孩子 但在我面前很随便 没有一点约束 我曾经没少因此开玩笑 不会吧 你和楚小小是协议结婚 这是他知道 好歹在国外深造了那么多年 怎么那么小心眼啊 这是我的猜测 不过八九不离时了 那个江城给我的感觉 是个伪君子 果然 不疑会于和的手机响了 是江城 接通电话 于和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我没有猜错吧 等于和放下手机 听到通话内容的我 心灰意冷地笑了 昨天他还说 我们的项目很好 潜力很大 就算未来的策划不行 也会投资我们 现在居然用未来策划不好 作为借口 拒绝投资 没想到他好歹是个 见过大世面的人 心胸竟然会那么狭窄 于和愤愤不平 顾年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各回各家 各找个妈呗 于和 我知道 这两年是我拖累你了 以你的实力 如果不屈居在我这种小地方 两年时间 早就在大公司里 混得风生水起 对不起 当年还没有毕业 于和就拿到了大厂 好几个W的高兴 是为了帮我 才婉拒了那些大厂 这几年来钱没有赚到 甚至还没少到贴进来 于和双手撑在办公桌上 怒目圆瞪着我 顾年 我是来让你带我赚钱的 不是来听你说这种丧气话的 你给我振作起来 如果这点打击你就撑不住了 那我真是看错了你 谁说我撑不住了 我只是真心觉得亏欠了你 有感而发 一年前我都顶过来了 现在这种小场面就想压垮我 怎么可能 如果你真觉得亏欠我 以后还我就是了 于和收回手 松了一口气 继续说道 圣红集团的投资没有拿到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重新找投资 可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那也要试试 试了或许不会有结果 但如果不是 就一定不会有结果 我模样坚定的攥紧拳头 于和有些被我钢铁板的毅力处理 目光直勾勾的盯着我 像极了恶狼看到猎物 我故作出害怕的伸手 护在胸前 干嘛 于和笑了 很美 有种祸国殃民的既视感 不愧是曾经新大计算机器的细化 这才是我认识的顾女 你就安心找投资吧 不要有任何心理压力 我之所以来你这里 纯粹是不想给别人打工 我不想被别人管束 我想自己当老板 所以就算最后老板没当成 也怪不到你身上 谁让现在行情就是这样 也不好创 放心吧 我大不了再卖自己一次 我开着玩笑 有了于和的安慰 我心里舒服多了 重新燃起了满满的斗志 于和鄙夷的嘲笑道 谁要你啊 真以为自己很帅吗 也就走了狗屎月 碰到了着急的楚小小 于和笑意盈盈 习惯性的损了我几句 才认真到 对了 既然楚小小的白月光回来了 那你是不是该从楚小小家里搬出来 不然岂不是打扰到人家小情侣吗 我赞同的点点头 确实该搬出来了 楚小小虽然让我离婚后再搬 但我知道她是在按协议行事 我又不是傻子 不至于真赖着不走 那你找到房子了吗 没有 正在找 你现在有时间找吗 别说 还真没有了 房子的事情交给我 你就安安心心找你的投资 于和 有你这样的朋友 真是我的福分 我一脸的争吵 这是心里话 从小到大 于和帮了我很多 说是福分也一点都不微薄 于和白了我一眼 呵呵 你要是真这么觉得 就快点让我梦想成真 成为老板吧 我想要名牌包包 想要大房子 想要跑车 还想要很多很多的小钱钱 快了 很快了 你这大饼我已经吃好几年了 不会画大饼的老板 不是一个好老板 晚上 忙碌一天的我回到了别墅 打开房门 在鞋架上 我一眼就看到了那双漂亮的红色高跟鞋 我很意外 以往楚小小基本都是几天才回来一次 不知道是公司忙 还是有意在跟我保持距离 很委屈吗 关上门 换了拖鞋的我来到客厅 就如我预料中一样 楚小小不在客厅 在房间里 我脚步轻盈 小心翼翼地走到楚小小房间门口 耳朵悄悄地贴在了房门上 我想知道 江城有没有跟着楚小小一起回来 如果回来了 那我今晚就去外面睡 我可不想打扰别人 更不想吃狗粮 结果好巧不巧 房门在这个时候打开了 一身白色连衣裙裙的楚小小 出现在了面前 我僵住了身体 尴尬地想找个地红钻进去 我的大脑飞快转动着 在思考 思考如何解释自己 现在这为所的营物 好在楚小小善解人意 主动替我解了威 家里就我一个人 我尴尬又不失礼貌地笑着 楚小小没有计较偷听的事情 我有些饿了 想吃什么 都行 我现在就去做 我用最快的速度 消失在了楚小小的视线 我本来想提醒楚小小一下 江城的为人 不过想了想后 还是放弃了 楚小小是个恋爱脑 说她白月光的坏话 不会信不说 有可能还会弄得一身骚 叮铃叮铃 门铃突然响了 我放下手里的菜叶子 走出厨房 打开门 外面的是江城 好巧不走 我们又见面了 江城带着礼貌的笑容 率先开口打着招呼 给人一种很平易近人的感觉 仿佛白天发生的那些事情 都是假象 我也挤出了一丝笑容 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江总好 小小在房间里 我还要做饭 就不陪江总了 我没有跟江城多聊 返回了厨房 虽说人生如戏 但一直跟江城假惺惺 还是挺反胃的 江城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 上演了一出穿剧便利 扭头看了看室内的装饰 开心满意的笑 走到楚小小房间门口 伸手敲响了房门 小小 你怎么来了 打开门的楚小小问道 他和白天一样 脸上没有太多情绪波动 冷冰冰的有点像个木头 以前江城来找他 他会开心的跳起来 现在却没有一点那样的激情 反而有些担忧的看向厨房 楚小小在害怕我心里会不舒服 他们是法律上的夫妻 这里是他们的婚房 现在来了的外人 就算是演戏 应该也会有意见的吧 楚小小心里是这么想的 没怎么 就是想小小你了 所以过来看看 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江城的声音突然大了很多 小小 没想到你把房子 装修成了我们曾经梦想中的样子 墙上的那幅画 我们当年还一起画出来过呢 还有这房子的形状 家具的板上 也都和我们曾经幻想的家一模一样 可惜我失约了 没能一直陪在你身边 不过小小你放心 从今往后 我永远也不会再离开你 我会用一辈子来弥补对你的亏欠 厨房里的我扁别嘴 房子又不大 也没有什么杂音 又不是听不到 有必要说得那么大声吗 面对这么煽情的一幕 楚小小没有说话 似乎没有被感动到 看着厨房的眼神 变得更加忧心忡忡 他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明明只是协议夫妻 现在 为什么我还会那么在意 故年的感受 厨房里的我把菜收好 拿出手机 故作有人打电话地走出厨房 什么 你们怎么搞的 这点小事情都处理不了 真是一群没用的废物 行了行了 靠你们公司迟早要完蛋 等着 我现在就过去解决 那个小小 江总 公司里出了点事情 我可能今晚都不会回来了 你们自己点个外卖吧 放下手机 我对自己的演技打了十分 自信满满 一定不会被看出来 我可不喜欢被人当面撒狗粮 或许对楚小小来说很浪漫感动 我只会觉得肉麻恶心 鸡皮疙瘩掉一笔 还是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的好 我吃不惯外卖 楚小小一眼就看出了 我心里的小九九 那你们就自己随便做吃女 何况不是还有江总在吗 这点小事 江总一定没问题的 江晨点点头 附和道 小小 既然顾总有事 那就让顾总去忙吧 这些年我在国外经常自己做饭 厨艺可能比不上酒店里的大厨 但绝对不会难吃 楚小小没有理会身边的江晨 看着快走到门口都我 语气中很少有的掺了怒 顾年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你能不能不要这样 你这样只会让我们很难看 我尴尬地停住脚步 我没有想到楚小小会 直接戳破这层窗户枕 不会真的是我弄错了吧 江晨不是楚小小的白月光 或者说这么多年不见 楚小小已经不喜欢江晨了 江晨脸色特别的难看 尤其是那普通朋友四个字 让他默默地攥紧了拳头 我朝着楚小小尴尬地笑了想 快步走回了厨房里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我也不好意思再离开 江晨 不早了 你回去吧 楚小小冷冷地下了竹颗粒 江晨难以置信 小小 你在赶我 楚小小没有这个意思 不过莫名烦躁的心情 让他懒得解释 算是默认了 他现在 确实不想江晨待在这里 或许是他已经习惯了 家里只有他和我两个人吧 江晨的脸色铁青 他本以为 来到这里 就算楚小小还是会像以前一样保守 什么都不会发生 但会很欢迎 收拾房间让他住下 没想到 现实是对他下了竹颗粒 都是因为那个人吗 江晨视线不善地看向了厨房 明明只是协议结婚 楚小小怎么会那么在意他 难道楚小小喜欢上他了 江晨前意识里很信任楚小小 直接将这种可能直接扼杀 但他很不爽 而这些不爽 都是来自厨房里的那个家伙 小小 是不是因为我离开了这么多年 你在生我的气 我说过 我没有 那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楚小小低谋沉默了 面前的这个男人 是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 他以前喜欢过 这些年来 他觉得自己没有别 他还是曾经的那个他 可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他迷茫了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江晨的这个问题 深吸一口气 楚小小抬头看着江晨 江晨 我不想骗你 我和他也只是朋友 小小 我相信你 只要你说是朋友 那就肯定只是朋友 江晨先是长舒了一口气 再是自责道 小小 其实我知道的 我离开了这么多年 就算你不喜欢我了也正常 毕竟时间是这世上最无情的刀 让你一直喜欢我 那我也太自私了 不过没关系 现在我回来了 一切都还来得及 我会慢慢让你重新喜欢上我 我们一定还能回到从前 楚小小没有直视江晨的目光 更像是不想 本能的不想 你以后有什么事情 可以打我的电话 我和他是法律上的夫妻 你出现在这里 那我先走了 拜拜 江晨归灰水 离开了别墅 不久后 菜烧好了 看着只有楚小小一人 从房间里走出来 我随口问道 江总呢 走了 这个点了 怎么没有留下来吃晚饭 楚小小没有接话 在餐桌上坐下 吃了几口饭 才看着我 故年 我和江晨只是朋友 你以后不要再误会我 他不是你的白月光吗 坐对面的我有些八卦 楚小小挑了挑没 我说了是朋友 你以前不是喜欢他吗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现在我们只是朋友 我呜了一声 朋友也好 恋人也罢 关我屁事 你明天有时间吗 我突然想起什么 怎么了 如果有时间 明天去把离婚手续办吧 我这几天都很忙 越往后拖 可能越抽不出来时间 你很想跟我离婚吗 楚小小放下碗筷 食欲请客间全没了 我们一起眼睛 看着楚小小 不是你要离婚的吗